選唱節目是明星的搖籃 不少天王跟天后 都是選秀比賽出身 但他們當初的表現 跟現在可是天差地遠 像是周董周杰倫 他在比賽的時候外型欠佳 還被認為他的歌唱實力 普通指揮創作 而如今卻是拿獎拿到手軟 身價破60億的天王 而女子天團SH1 也是同一場的選秀出道 現在是金曲歌后的 剔比田富珍 當年的比賽可是大忘詞 只能在台上尷尬搖擺 26年前周杰倫參加選秀節目 畫面曝光 第一輪他擔任伴奏 第二輪才親自上場 被認為唱得相當普通 我就把它拿起來一看 他剛剛唱的跟這個譜 完全是兩回事 1997年的周董 戴著無眶眼鏡 頂著復古髮型 標親青澀 對比現在大場面的演唱會 唱作聚佳 Hold住全場天差地遠 可獎的是周杰倫 當年被認為 只會創作不懂唱的周杰倫 他出了數張專輯 10度入圍年度最佳專輯 獲獎四次 8度入圍最佳男歌手獲獎兩次 身價突破60億元 裴姐 蔡依林同樣是選秀節目出身 1998年她接連以高難度的英文歌曲 從三千名的選手脫穎而出 當年青澀的小女孩 如今成了唱跳天后 入圍15次的金曲獎 身價突破20億 女子天團SH1 是從同一場選秀出道 如今也是歌後的Hippie 在決賽時卻大吐槍 而天王林俊傑在出道前 是靠模仿歌神張學友 綜合各大賽場 從歌聲到熟視 微秒微笑 這些出道選秀畫面曝光 也讓人有機會一虧巨星誕生的過程 九人一邊在京城台中 採訪報導